大家好,我是Mike 今天我們去濟州島 其實我是第一次去韓國 我對濟州島最大的印象就是 之前Netflix有個show 講講李孝利夫婦開一個民宿 那個show 很好看 這就是我對濟州島的印象 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鼓勵 訂閱我的頻道,幫幫忙推上10萬訂閱 留言,讚好影片,推出你的感覺 還有IG,謝謝 今次去濟州島,我是參加了一個媒體團 最主要是帶大家看看濟州軍縣酒店 Grand Higher Jeju 但我照樣會跟大家分享我在濟州吃過 和去過一些有趣的地方 先講講今次我第一次坐的Corean Air 每位食客一上到機都會有一塊武箭 每人都有Entertainment System 最有趣的是會有韓星 接著講講他們的飛機餐 以經濟艙來說,這次是吃得不錯的 這是一個韓式牛肉飯 有超多牛肉 後面那個是一個雞肉沙律 有餐包,有水,有其他飲品 還有一塊菠蘿 由香港飛去濟州島的飛行時間 大概是3小時 第一次來到韓國 當然要拍攝周圍的環境 給大家看 其實我真的不是想拍攝 純粹我覺得他們的行李書 總是很有趣 我們來到濟州了 由於第一次來到韓國 加上平時我是比較少看韓劇 和少聽韓文歌 所以看到這些韓文字 加上周圍別人說的韓文 我是有點覺得陌生的 我們一起看看機場擺放的小測試 會發現金骨應該是這裡的特產 還有這個我想大家都很想去的 The Museum of Sex and Health 很舒服 很舒服 因為在香港比較少機會 可以感受到3度的氣溫 所以當時我是很興奮的 不過 剛出來的時候覺得不冷 但是站著站著就有點感覺 冷 由於這次是跟團 所以整個形式和我以前自由行 要自己坐車是有點不同的 這次去哪裏都有車接送 好處就是方便 不過另一個感覺就是 我整個都好像沒有帶路出去 這裏就是Dream Town 是Dream Town 很浪漫的 和大家介紹 這次有鳳希瑜 Fiona 陪我一齊 和她的先生 Leon 這裏就是濟州君越酒店的大堂 距離機場大概是十多分鐘車程 濟州君越酒店 是亞洲太平洋區最大的Grand Hyatt 所以這裏就算是最小的房間 都是有七、八尺 和大家Room Tour一下 這幾天我入住 在屬於這間酒店最小的King Room City View 在Tower 2 28號 2875號房 濟州君越酒店客房的Vibe 是走韓式現代風格的 簡單來說 就算住在這裏最小的客房 現在大家在看的這裏 你都會覺得自己走進去韓劇裏面 住在韓劇裏面 很漂亮的屋裏面 現在帶大家在看的這個客房 其實是有三虎不同價錢的 分別就是在於景觀 現在我這裏是夾在中間的 叫做City View 左邊其實是看到海的 而右邊就是哈拿山 酒店的位置在新濟州這邊 樓下有很多24小時便利店 還有很多食物 這裏是圓關 右邊就是獨立的廁所空間 這是免治馬通 冬季這麼乾燥的韓國天氣下 原來免治馬通是很有用的 因為你可以用少些紙巾 就可以大大減少刮損的機會 廁所門口看出去的景觀 右邊那裏有三排衣櫃 然後我們看看衣櫃旁邊的浴室 由於酒店開了不久 所以這個磨砂白色很有質感的浴缸 給你的感覺是乾淨 還有你會想用它 有兩個洗手盆有充足的梳洗空間 Shower那裏有普通Shower 還有Ring Shower 洗澡液洗頭那裏是用爆蚊的 牙膏牙刷那裏不說了 風筒就是一個類Dyson的風筒 接著我們先看客飯廳 我覺得亮點是中間這張 橙色單人沙發 還有這片2.7米闊的落地玻璃 這邊有餐桌 我房間是King Bag 亦有Twin Bag的選擇 床頭櫃上面當然有各式各樣的燈光操控 有兩個USB Type-A的充電孔 還有一個萬能插 這間房間還有一件事我用得很開心 就是它這部75吋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電視 尤其是當時是在看世界盃 所以我每晚臨分前都很忙 因為要看電視 還有未跟大家開箱的就是這個櫃 雪櫃和咖啡機 零食、杯麵那些 就全部藏在裡面 除了咖啡或茶之外 這裡的零食、杯麵那些是要收錢的 不用錢的就是這一排巧克力 還有這裡很有名的土產 還有一間金 這一間就是濟州君月酒店 屬於最小房型的King Room City View客房 房間就是師傅季節 當時我去的時候大概是1800至1900之間 第一晚在這裡的活動就是針浴和看球 去吃早餐了 第一個早餐上了酒店38樓 一間叫Pocha的餐廳那裡吃 由於Dream Tower這裡是濟州暫時最高的建築物 所以在最高這一層38樓 是會有一個很無敵的景觀 在那裡吃早餐 在38樓這裡吃早餐 本面上看來好像是Buffet 但其實就不是的 是一些Settle來的 很漂亮的 我拍攝旁邊的桌子給大家看一下 38樓Pocha這間餐廳是吃韓國菜的 我未來過韓國 我未見過韓國廚房是怎樣運作 見到他們有很多煲湯 都挺有趣的 我人生第一餐在韓國吃的韓國餐 我這個是青魚湯 右邊那碟Side Dishat可以選擇 我就選擇了韓式豬肉 小菜方面有蒸蛋 有鮑魚片 醃辣椒 醃昂醬蛋 和Kimchi 還有白飯 還有美元的就是生果 整件事是很漂亮很精美的 拍得最開心的那個不是我 是Fiona 這個是我第一次真正在韓國吃 真正的Kimchi 早上就有這麼重的口味 又沒有我想像中那麼不同 品質都是我心目中那種好吃的Kimchi 因為我有朋友跟我說過 來到韓國吃Kimchi 韓國的發酵味的感覺 比較重 但我覺得是差不多 這個白燒 青燒 這是什麼湯 牛骨湯 有一點辣 很美味 是汗牛的味道 這個是鮑魚 青魚湯 看來就是一點辣都沒有 是青湯 阿Fee剛才的牛骨湯 就是少少辣辣的 很美味 很美味 這個鮑魚很好吃 昨天晚上的河 湯麵是硬的 但這個很軟 三隻鮑魚 我猜濟州島出產幾多鮑魚 因為差不多每一餐 如果有海鮮的話 都會吃到鮑魚 冰春老蛋 除了這個設置外 每人會有一個側菜 有豬肉 青魚和牛肉 我會選豬肉 韓文 是韓文 是牛肉 還是豬肉 牛肉 吃完早餐後 我們到他們的總統套房 這間房間是在餐館下的 因為它不會對外開放給大家預約 是這裡的VVVIP才可以來這裡住 完全是100%在韓國有錢男主角的風格 雖然這裡數字上只是八樓 但你這樣看出去已經是這裡最高 八樓這個很大的平台 除了泳池之外都有酒吧 其實當時是有人游水 因為他們是暖水池 不過我就不敢了 在濟州的大型酒店當然還有不少的賭場 我拍不到大廳給大家看 才可以拍這間VVIP 第一次碰籌碼 鴨仔團要出發了 大會安排了我們去吃我最期待的韓式烤肉 是韓牛 豬、牛、生牛肉 我記得生牛肉是不錯的 是好吃的 但有一件事是奇怪的 過程之中 阿豬媽不停跟我們說 要全熟 所以我也很乖 100%熟才吃 這個可以 我聽到說要100%熟 聽到它很黑 很黑 你還說什麼 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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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爐面上有一個醬汁燒著 我剛發現 把牛鹽醬的醬汁吃 是好吃的 吃很多 有時候吃東西都要看 你好不幸運 撞不撞到食神 第一次在韓國吃韓牛的韓式燒口 就很遺憾地沒有在我腦裡留下了一個 哇 很好吃的一個深印象 不過反而有另一款食物 在我腦裡留下了一個超大的好印象 我們吃了豬肉 豬肉比牛肉好吃 好多 這些就是傳說中的濟州黑毛豬 比起我今天吃到的韓牛 它是好吃一萬倍的 你只看它還沒燒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好像有衰衰 但燒的時候真的很好吃 那股油香跟普通豬是完全不同的 但我又說不出 我覺得它有點像 Gas味 我只說Gas味好像很臭 但真的很好吃 我們現在去一個叫龍頭岩的地方 是海邊的 它是一塊石 經過很多年的一些 侵蝕 風化 就變成一個龍頭的形狀 濟州島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島 很多很美的自然風貌景點 其實都是分佈在濟州不同的地方 而比較靠近我們酒店新濟州 就有龍頭岩 金骨在濟州應該是他們的超級徒產 因為去到哪裡都會看到它的產品出現 對 這裡很冷 對 你的眼鏡都起了毛 對 很棒 Epic Fair 眼鏡都起了頭暖 現在有相機和腳架 好像一個冰條和一塊冰磚一樣 這裡的傳說是有一條龍 偷了哈拿山的肉豬 之後哈拿山神就很生氣 她就逃亡 之後山神就用箭射這條龍 後來這條龍掉到海裡 頭髮掉了出來 就是現在眼前的龍頭岩 不好意思 小手震 因為很大風 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旁邊這裡是有海淚的 因為很冷 所以人很順盡 對 動作很慢 要買手套 就是這裡 最新鮮的海螺刺身 她們就是傳說中的海女 她們現在處理的就是 她們今天落海親手撈回來的海螺 非常非常佩服她們 因為天氣真的很冷 落海應該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穿著這對 四處高車鞋 是鹹山 對 是在那裡打爛上來的 魚螺 她們的醬汁不是豉油和芥末 是一些韓式辣椒醬 她的樣子是這樣的 這個海螺是海女在那邊 新鮮打爛上來的 味道很甜 但就是某些位置 會令你覺得好像在吃雞丸骨 這樣 這是什麼 好吃的 吃完海多之後 就到了我自己 私心最享受的環節 現在這個時候 我有少少me time 我們去 看看有沒有好的咖啡 喝杯咖啡 吃一吃 剛才說過 由於濟州島是很大 所以這少少的me time 我其實都只可以 在酒店附近那裡活動 我是第一次來韓國 看韓劇 那些男女主角 經常都會在便利店買完東西 就會出來這些位置吃 那基本上 差不多每一間便利店 外面都會有一些桌椅 這個是算少的 只有一張 我看到有些是 可能是有四五排 在便利店先 它很有趣 這邊是冰茶 我是第一次看到這包裝的咖啡 是美國人 這個 這個 這位 好像不是韓國人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逛了幾次便利店 發現他們有很多一輪的夜馬 可能是長仔或魚鱗 還有這條街真的有很多烤肉店 這裏是烤肉店 那裏後面也是烤肉店 那裏後面也是烤肉店 走幾步路便看到一間 錄完剛才的照片幾秒後 我們又看到烤肉店 這裏也是烤肉店 另外當然的就是這裏也是烤肉店 接下來的目標就是 想找一間較有靈魂的咖啡 這間我可以 目標出現了 這間應該是我想要的那種 好 我們買一杯飲料在外面這裏飲 我猜這裏的咖啡應該也是OK的 因為就算是一個 Amerikando 你也可以給點鹹粉 這個很明顯就是 暗一點 即是苦一點 這個就酷一點 雖然我不太明白這個韓文 它也有Future Coffee 但是就買完了 OK 最終我坐在外面喝咖啡的計劃是失敗的 因為這裏的藍店員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闆 他很可愛 我說要坐在外面的時候 他是 No 他說很冷 叫我不要坐在外面 所以我就說 我坐在裡面 我聽你說的 來到黃昏時間 剛才這條好像沒什麼生氣的街 忽然間又有起活力上來 這個燒奈肉的地方上了燈 然後前面這裏又上了燈 然後這裏又開始營料 這些燒肉店 晚餐是想不到的 我們去了酒店 一間叫做Jeju Hot Pot的餐廳 那裏吃 這裏的味道不是韓式火鍋 是真的平時我們日常會吃到那種火鍋味 連配料汁醬都是正宗 湯底是麻辣湯 還有豬骨 食材方面 跟Media團是一定吃得好 我們有龍蝦 有來自製生的海鮮 有鮑魚 有鮮蝦 有魚 不過對於我來說 是有點嚴重的 今早吃了韓式早餐 下午吃了烤肉 晚上再製作麻辣火鍋 所以在這次旅程之後 我臉就 要升一升牆位 三虛的太太 受創的男主角 這個雪糕三文治不錯 外面是兩塊麵包 中間夾著雪糕 外皮的麵包 沒有因為裡面是雪糕而軟 今天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多一點鼓勵 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Like 影片留言 我果然幫忙推一推這感覺數 還有幫忙推一推我 想十萬訂閱 還有Follow我IG 我們下次見